TF Boys出道五年 谢那直呼赶不上脚步 一阳千玺身高也关注 距离组合出道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 他们从质疑到现在拥有无数的粉丝 而很多人也陪着他们 一路成长起来在今年 三人也都正式宣布成人的粉丝们 也都很欣慰 其实不仅粉丝们看着他们长大 也有很多明星们 看着他们不断的进步 作为芒果台的台柱子娜娜 发了一条动态 昨天晚上千玺录制了节目 也将准时放送在这跨年的时刻 粉丝们都是守着自家的粉丝 等着看他们的消息 娜娜在网上也发出了几年前的 合照几年前三个人 还是小小的一只 脸上写满了青色与质嫩 在照片上也能看出来 那个时候的他们 还是比较小的个子 也都不高不过 在最新的一张照片中 千玺已经超过了娜娜的个子 娜娜 也感叹到是自己矮了 还是她长太快了 粉丝们纷纷回应道 是千玺长太快了 在昨晚的节目中 千玺的表现也引起了爆笑 本来 她就是比较一个很耿直的直男 在被何问道 觉得游戏规则公平不公平的时候 她犹豫了一下 昆吐地说出了 公平吧 随后 何老师就说 她变坏了 其实在圈里待了这么久 她不再是那个刚出道 什么都不敢说 什么也不敢乱做的小男生了 现在也敢在节目中 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 而她本人十分低调的一面 也正是她吸引人的一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